大家好,欢迎收看片周期 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 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赤马案 这个赤马案呢,与其说它的情节如何离奇 倒不如说它是清朝末年 中央和地方相互博弈,相互制衡的一个经典缩影 俗话说,上边的神仙打架,下边的小鬼遭殃 可这个案件中遭殃的小鬼来头可不一般 它是清末官场上最年轻的封江大吏 手握朝廷税收重地的从一品大员 两江总督马新仪 您说,能让他都遭殃的神仙 那得是什么级别的吧 而且,由于当时的政府凡事都喜欢暗箱操作 加上案件的审理过程非常拉胯 最后还导致了一场语情翻车事件 下面就为您详解 这场由高层拳斗引发的赤马奇案 话说清同志七年,也就是1868年的九月份 一队官船从北向南,正行驶在大运河上 船上为首的正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敏浙总督 马新仪 他是从北京出发,正在前往福州上任的路上 这个马新仪是道光定位27年的三甲进士 他所在的这一颗绝对是晚清科举的明星榜 因为同期的有李鸿章,沈宝珍,郭松涛,张之万 等一批后来威名赫赫的重臣 马新仪没有显赫的家世 个人能力上也没有特别出众 但他的官运极旺 在当时太平天国起义的大背景下 他凭借着和太平军作战的战功 在短短十多年间就做到了安徽不正史 从二品 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 走到这一步就算到头了 如果没有极为过人之处 要想再晋升城巡抚总督这类的大员 是绝无可能了 然而就在他当上不正史的第二年 马新仪突然被朝廷破格任命为浙江巡抚 这可真是一步登了天了 可任谁也没想到 好运来了党也挡不住 仅仅在四年之后 又是平地一声雷 马新仪直接被提拔为朝廷九大总督之一的浙民总督 真正的丰江大力 郑二品 这对于所有出身基层的官员来说 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而这一年 马新仪才47岁 当时接到圣旨以后 马新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 李鸿章就说过 马新仪威望过浅 意思就是 这个小马啊 是不够格当这个总督的 按理说 这位祖坟冒了清烟的马新仪马总督 现在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吉了吧 可他却站立在船头 目光无神地落向远方 脸色和他的心情一样 阴晴不定 就在这时 贴身侍卫来报 大人 上遇五百里佳吉 要速往济宁直立州衙门 接旨 马新仪听罢点点头 轻叹了一口气 什么也没说 这就很不寻常了 因为马新仪两个月前 刚刚进京灭了圣 而且此后一直待在京城 前些日子刚离京复任 这得出了什么大事 才需要五百里佳吉地追过来传旨呢 但看着马新仪镇定的表现 又好像他早就知道圣旨的内容一样 等来在直立州衙门接到圣旨 上边只有简短的一句话 卓敏浙总督马新仪调任两江总督 即刻上任 原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立总督 圣旨虽短 但震惊了除马新仪以外的所有人 两江总督是清朝九大总督之中 实权最大的 掌管着当时人口最稠密 经济最发达的江苏 武安徽江西和上海地区 而且两江总督岸立加兵部尚书 督察院又督御史职务 兼南洋通商大臣 官制从一品 马新仪几个月前刚刚胜任正二品的大员 现在连办公室还没走到呢 就又升官了 这天底下的好运气 别是都被他给赶上了吧 可是马新仪接过圣旨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满脑子想的都是他进京面胜的情形 按照规定啊 新任的省级和部分重要地区的州县官 要在面见皇帝后才能复任 两个月前马新仪来到北京 拜见同志皇帝 但小同志年纪尚小 其实呢 就是去见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马新仪心里非常清楚 自己一没靠山 二没背景 却在四年之内 突破了官场所有的县制 连升两级 做到总督之位 绝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而是慈禧太后直接的指派 这次面见太后老佛爷 一是谢恩 再就是要跪听圣训 意思就是要跟慈禧太后表明心计 老佛爷您这么提拔我 小马我是个明白人 绝对会知恩图报 您想让我干点啥 您尽管说 小马我是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这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默契 果不出所料 慈禧太后一见马新仪 就推心致富的说了很多话 后来还密谈了好几回 最后一次密谈之后 马新仪从宫中一路出来 脸色是既苍白又惊恐 走的是摇摇晃晃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马新仪再怎么说 也是在前线打过仗 在死尸堆里打过滚的人 太后老佛爷到底说了什么 能把他吓成这样呢 综合各路记载和之后的发展 他们密谈的内容 大概率是关于曾国藩和湘军的问题 这是当下慈禧太后的心头大患 因为自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 清朝的满汉两支正规军 八旗和鹿营是一败涂地 溃不成军 眼看着王国在继 朝廷开始允许地方 组建军队参与剿灭太平天国 在此之前 地方是绝对不能有自己的军队的 这其中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最为强颜 湘军将帅精干 军纪严明 骁勇善战 仅十几年的时间 几十万的湘军官兵 就遍布了南方半壁江山 而且湘军是按照血缘和地缘关系 组织起来的 只听命于曾国藩曾大帅 可以说是曾国藩的子弟兵 剿灭太平天国以后 曾国藩的声望和权势都达到了顶峰 他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两江总督的身份 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霍峰一等义永侯 长江中下游的军政实权 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 不夸张地说 自清朝建立以来 无论满汉 没有一个大臣能像曾国藩这样 可以掌握如此巨大的实权 可以驱动如此庞大的军队 曾国藩是剿灭了红袖权 可在慈禧太后看来 曾国藩自己何尝不是第二个红袖权呢 从政治方面看 出身乡军的官员自成系统 包揽了南方各省的地方官职 这些年来 湘军一共走出了三个总督九个巡抚 慢慢地演变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军事政治集团 据说在即将剿灭太平天国的前夜 湘军将领曾经在安庆密谋 要推举曾国藩称帝 上演一出清朝版的陈桥兵变 后来因为曾国藩本人不配合 密谋才没有实现 这让慈禧太后和朝廷是如坐针毡 在金融方面 湘军将领在战争中大发奇才也就罢了 但太平天国的圣库始终是慈禧的一块心病 太平天国的生产生活都实行公有制 十几年来 大量财物从各地汇往南京的圣库 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国库 湘军攻克南京以后 最先入城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全 但他却报告说 南京圣库中啥也没有 是空的 但是攻占南京后 湘军又开始大批大批的往湖南老家运东西 非常可疑 另有传说 曾国藩的家人从南京离开时 运送物资的船只就有数艘 而且吃水颇深 护送人员更是多达两百多人 这更加深了曾氏家族获得宝藏之说 慈禧老佛爷就想了 太平天国这么多年来 国库里得攒了多少金银财宝啊 湘军私吞了这个宝藏 他们想造反不成 所以说 不管曾国藩有没有称帝的心思 在实力上 他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慈禧要想灭了曾国藩 这一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所以太后老佛爷 把自己对曾国藩 对湘军的顾虑和后续的计划 一股脑的透露给了马新仪 简单总结一句话 慈禧说 我要弄他 慈禧告诉马新仪 他在当闽浙总督期间 要秘密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消息 还要留意湘军各部动向 如有图谋不轨者 立即研法处置 当然 这还只是第一步 后续还有重用 只是马新仪没想到 这重用来得如此之快 他人还在去福州的路上 圣旨就下来了 要他接替曾国藩 担任两江总督 可马新仪不论是从学问 能力功劳威望 哪个方面都没法和曾国藩比 仅从资历上看 马新仪后补支线的时候 曾国藩就已经是侍郎了 马新仪当知府 曾国藩已经当总督了 而且有一段时间 曾国藩还是马新仪的顶头上司 而曾国藩卸任两江总督 转任直立总督 实际上是名声暗将 因为直立总督 虽然排名在两江总督之上 但实权却差了一大截子 更重要的是 曾国藩的势力遍布长江中下游 现在突然从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 被调走 去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担任直立总督 接自己班的 还是原来自己一个小下属 这里的水可深了 所以朝野上下都觉得 这个任命是老佛爷 在乡军势力的核心 空降了一个马新仪 一是要给曾国藩添堵 二就是要整顿乡军了 反正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 自然曾国藩和乡军系统 也会这么想 马新仪心里清楚 太后老佛爷把他单枪匹马地放到乡军的汪洋大海之中 让他凭一己之力完成监视打压和瓦解乡军 重创曾国藩基本盘的监局任务 这相当于让他向整个乡军集团宣战 这一品大员的荣耀 他得用命去换 这项任务无异于自杀 应该说比自杀还痛苦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征战多年的马新仪 在接到这项秘密任务以后 会感到那么的慌张 那么的无助 在未来的路上 每一天他都得使出浑身解数 都要拼尽自己的权力 才能在乡军的刀山火海中 为自己杀出一个黎明 马新仪没有退路 因为慈禧早就算计好了 压根就没给他留退路 慈禧选中并且栽培马新仪 是一个长线计划 前边咱们说了 1864年 马新仪被破格提拔成浙江巡抚 而这一年 也是太平天国被剿灭 朝廷对乡军的依赖 开始降低的时候 但慈禧还是不能和曾国藩撕破脸皮 因为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碾军还在活跃着 还得靠曾国藩的湘军 和李鸿章的淮军 执行剿灭任务 所以马新仪被提拔以后 连这四年都没有被招进京 因为还不到用他的时候 四年后 随着碾军的被剿灭 狡兔死梁工藏的计划 马上就被慈禧提上了日程 先是三月份 再次破格提拔马新仪 为敏浙总督 七月份宣召其上京面胜 慈禧对他授予密令 紧接着九月 就开始第三次提拔他 让他接班两江总督 成为慈禧太后 在曾国藩和湘军大本营中 插入的一根铁钉 在江南地区的一个情报站 您可能问了 这么多官员 为什么偏偏选马新仪呢 因为马新仪身上 有几个关键的特点 第一 马新仪不是曾国藩 或湘军派系的人 第二 马新仪有和太平军作战的经验 有能力 也有手腕管理军队 对南方军政情况比较熟悉 第三 马新仪曾做过曾国藩的下属 和湘军也有一定往来 让他接任两江总督 阻力会小一些 第四 马新仪没有派系背景 没有嫡系部队 光杆司令一个 比较容易控制 而马新仪的权力和地位 都是他慈禧太后给的 他只能仰仗太后老佛爷的支持 一心一意地跟着太后老佛爷 才能安全 才能在湘军系统中生存下去 那马新仪自己 是怎么看待这次任务的呢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反映出来 他在去福州上任的途中 曾顺道回了趟何泽老家祭祖 期间他就叮嘱过他的兄长 余地此去 吉凶难料 万一不测 千万不要道经告状 要忍气吞声 方能自保 这很明显是在交代后事了 说明他根本没有信心 自己能活着走出两江 纵使心中千般的不愿 马新仪还是很快就到了南京 和他的前任老板曾国藩 办理工作交接 曾国藩文韬武略 涵养和城府都极深 他非常清楚此夕此举的目的 但他仍然无条件地接受了调令 而且面对马新仪这个晚生后辈 也没有任何的刁难 马新仪也很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所以交接过程中 马新仪凡事都恭敬地向曾国藩请示 曾国藩也不客套 直接交代该怎么做怎么做 马新仪无不称事 结果这场本以为火药味十足的交接 最后竟是一团和气 曾国藩涵养高 德行好 处理得非常得体 可他手下的湘军可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江南是湘军用命换回来的 两江总督就应该让湘军的人来当 他马新仪算什么东西 一上来就白得好处 他们想不通 对马新仪的敌对情绪也随之加重 而马新仪正式就任以后 按照慈禧给出的目标 实打实地干了两件火上浇油的狠事 第一件就是组建新军 马新仪身在湘军大本营 要想完成任务 必须得有自己的军队 所以他奏情 从各地挑选精兵强将 整编新军 慈禧见到奏折是心照不宣 大笔一挥就批准了 于是马新仪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 并且亲自操练 要说新来的总督要编练新军 倒不是什么大事 但当时的大背景是 太平天国基本被剿灭 朝廷下旨让曾国藩亲手整顿湘军 其实就是要变相的裁军 曾国藩心里不是没有想法 但他顾全大局 不想再起战乱 所以就遵旨照做了 此举在湘军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湘军是曾国藩的子弟兵 被裁掉的人只能暗地里发发牢骚而已 可马新仪在这个当口 大张旗鼓地招募新军 装备和待遇都还棒棒的 这样一来 被裁的湘军心里可就不平衡了 而且由于大量被裁的湘军滞留在江南各地 少数骇群之马甚至烧杀抢掠 马新仪干的第二件事 就是让他的亲信袁宝庆 带领新军镇压这些散兵游泳 袁宝庆下手果决狠辣 一旦发现就地正法 所以湘军系统都是马元二人 为眼中钉肉中刺 说句题外话 说起这个袁宝庆 您可能不知道是谁 但他有个过季来的儿子 名叫袁世凯 儿子的名气比他爹可就大多了 其实清朝的官场就这么一丁点大 说起来谁跟谁都有点联系 这一晃就到了同治九年 也就是1870年的八月 马新仪已经上岗一年半了 8月22号这一天 南京城举办总督乐社 也就是新军的操练演习 百姓也可以参观 上午十点 马新仪检阅了首场操练 然后就在护卫的陪同下 步行返回总督衙门 这么大的官一般人平时可瞧不见 所以道路两旁围了很多老百姓 就在马新仪刚要进衙门的当口 人群里冲出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看着是底层士兵的穿着搭板 扑通一身就跪在地上 手里举着壮指口喊冤枉 清朝老百姓是可以拦路告状的 就算是马新仪这么大的官 遇上了也得接壮 所以马新仪走上前去 拿起壮指关桥 可就在此时 只见那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把 明晃晃的长匕首突然抱起 将匕首刺进了马新仪的胸口 就听马新仪啊的一声 倒在了血泊之中 围观的人群一下子就乱成了一团 由于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这才反映过来的侍卫们 冲上去抓住刺客的辫子 夺过匕首 将其按倒在地 可奇怪的是 这刺客刚刚明明有机会趁乱逃跑 却站在原地不动 被俘以后还高喊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 然后仰天狂笑 侍卫们赶紧找来一块门板 把马新仪抬进了衙门 很快江宁将军奎裕 不证使没起诏 以及私道各园闻讯以后 都飞奔前来探视 只见马新仪胸口伤处身极数寸 血迹模糊 此时已经呼吸困难 生命垂危了 拖到第二天下午 经过各种施救无果后 这个慈禧太后的爱将 对付乡军的一把尖刀马新仪 就这么死了 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任期间遇刺身亡的总督 一桩惊天大案就此发生 交代了这么长时间 这才说到本案名称的来由 刺刺杀也 马马新仪也 刺马案 即一品大员两江总督马新仪 被刺杀致死案 而本案真正的棋 才刚刚开始 马新仪死后 江宁将军奎玉连夜起草奏折 加急发往京城 能汇报的信息很少 即总督马新仪遇刺身亡 刺客是河南汝阳人 名叫张文祥 同时呢 奎玉马上组织了一大批官员 连夜进行审讯 他们知道 两江总督权柄枚极重 威夷极高 加上马新仪是太后老佛爷亲自指派的 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官 所以从立场上说 不但要查 而且要立刻查 马上查 一查到底 可话是这么说 他们心里也都清楚 这么大的事情 背后一定有人主使 那谁是主使呢 奎玉觉得 乡君个个都像主使 但他不敢说 也不敢真的深入去查 乡君集团 占据东南半壁江山 无处不在 谁都不敢得罪他们 奎玉可不想自己也挨上一刀 五天后 也就是28号 奎玉的折子被送进了宫 从皇帝到大臣 都惊呼 这是数百年未有之事 慈禧太后更是震怒 自己苦心栽培多年的爱将 异品的大员 竟然死在自家衙门口了 全天下都知道 马新仪是太后的人 这明摆着就是打太后的脸呢 这还得了了 第二天 朝廷连发四道圣旨 明确指明了 如何办理刺马案 第一道 是命令奎玉率领地方官员 务必查出真相 严惩凶手 第二道 是让直立总督曾国藩 回任两江总督 在此之前 由奎玉代行职务 第三道是密旨 密发安徽巡抚英汉 由于叛乱刚刚平定 南方各省局势还不稳定 英汉要率队加强 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不要闹出别的乱子来 第四道 是告诉奎玉 此案 重点就两个 一是张文祥行刺的理由 二就是 其幕后主使是谁 这也是所有人 都关心的两大问题 可以看出从朝廷到地方 都认为赤马案 一定有幕后主使 从作案的策划 以及张文祥的身手来看 绝不是寻常百姓所为 这背后大有文章 虽然圣旨以下 但奎玉和其他官员 也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对张文祥的审讯 是外谨内松 而张文祥除了承认 自己是凶手 其他的口供是变换不定 还各种污蔑马心仪 对于背后是否有人指使 从不回答 装疯卖傻 地方官员不给力 办案的进度自然就慢 朝廷隔三差五的 就发圣旨都办此案 还斥责奎玉等官员 工作态度有问题 可直到一个月后 奎玉才再次上奏 说刺客张文祥是漏网的太平军 曾在太平天国世王部下领兵打仗 而且为了让张文祥说实话 他们把张文祥的小儿子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都抓到南京来 当着张文祥的面是痛打一顿 但张文祥根本不为所动 他反反复复就一句 马心仪是自己杀的 现在只求一死 至于为什么要行刺 就是不说 但是连日的审讯也不是完全没有突破 某日张文祥就漏说了一句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可见他确实被收买的凶手 而且早有预谋 马心仪的亲信孙一言 在审讯时一直坚持要用刑 但负责人没起照和其他人都反对 理由是张文祥如果是受人指使 那幕后主使现在肯定想杀人灭口 一旦动刑留下伤口 有人就可能借此动手脚 那就说不清楚了 而且如果用刑不当 导致侵犯死亡 谁也背不起这个锅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层 如果对张动刑 他万一吃不住 供出点什么来 涉及到了乡君 那办还是不办 所以张文祥被捕后 一直没有受刑 而且好吃好喝的供养着 一日三餐荤素搭配 营养比在家里还好 现在人长得白白胖胖的竟显得很富态 可朝廷这边就郁闷了 一个多月就审出个这 慈禧觉得魁豫不是态度有问题 就是智力有问题 其实早在9月5号 朝廷就下旨 让离南京最近的曹运总督张之万 去南京和魁豫共同审理此案 这个张之万是朝廷重臣张之栋的堂兄 张之栋是个实干家 而张之万则追求安稳度日 能躺着绝不站着 他压根就不想沾南京这趟浑水 所以张之万接到圣旨以后 是磨磨蹭蹭的不动身 而魁豫呢 正好借口要等钦差张大人的到来 反而放松了审讯 这下慈禧可怒了 9月18号又下御址 把张之万和魁豫臭骂一顿 让张之万迅速复审 不得稍有延迟 让魁豫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 抓紧审讯 而且让他们断不准 存话大为小之心 稀土草率了事 无奈张之万只好硬着头皮出发了 他心里想 老马这次遇刺绝不简单 让我去审案 那半路会不会有人要刺杀我呢 他不敢怠慢 把精锐部队都调过来 随行保护自己 异行船队在大运河中 是慢吞吞的南下 这一日走到瓜州地界 张之万想上岸溜溜弯 活动活动 走到一块农田突然内急要上茅房 可他怕有刺客趁此行刺 就让二百官兵把他团团围住 这下可把来耕地的农民给吓着了 战战兢兢的一打听才知道 这么大阵仗 原来是在保护曹运总督张大人 在如厕 张之万的人设也就此传开 9月25号 张之万到达南京 魁豫见了面就说 天下总督属张的人最有面 上个茅厕都有二百人伺候 张之万苦笑说 哎 玉公休要取笑 此番奉旨前来会审 一切还要仰仗 当晚魁豫给张之万接风洗尘 陪同的有江宁不正使梅启诏 马心仪的属下孙一言和袁宝庆 席间孙元二人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 追出真凶主使才肯罢休 张之万呢是只听不说 嗡嗡嗡嗡地敷衍着 散戏以后 魁豫把梅启诏留下来 这才开始谈正事 梅启诏说 孙元二公的话绝不可听 他们未报私恩不顾大局 难免激出大乱子来 魁豫说 是啊 但判敌相早回南京才好啊 这个敌相指的就是曾国藩 赤马案发生以后 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他作为乡军首领 是处理此案的最佳人选 张之万听罢点点头 听说敌相向皇上请辞两江总督 没有被批准 敌相在天津尚有公案未结 之后还要入京请训 这一耽误 起码两个月功夫 不如咱们干脆就拖他两个月 等敌相回来 方能了结此案 另外二位 这一案总该有个打算 梅启赵赶紧说 张大人说的是 之前我们几个也商量过 此案要想处理周全 首先就要明确 张文祥刺杀 完全出于个人恩怨 不牵扯旁人 再就是马总督 因为秉公执法 遭小人记恨 因此才被刺殉职 这样两边才能都照顾到 正是 张之万和魁吕都点头称事 办案方针既然定下来了 张之万等人就认真执行起来 所以张之万在街道圣旨 近四十天以后 才发出第一道奏折 说刺客胸脚异常 肩不吐实 还说以家派擅长刑训的官员 日以继夜地寻找真相 奏折字数不少 内容是啥也没说 这之后 张之万明面上 每天都提审张文祥 做出认真工作的样子 但张文祥说了什么 他并不追究 只让书力全都记录下来 没有提审的时候呢 他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盼着曾国藩回来 他这一判就盼到了十二月初 慈禧那边可等不及了 连发三道上誉 公开训斥张之万和魁玉 意思是说 你们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就让你们努力找工作 在压力之下 十二月十二号 张德人终于带领专案组 抛出了那个早就商量好的审讯结果 即凶犯张文祥 曾冲发年 腹通海盗 就是说呀 太平军失败以后 张文祥逃到宁波勾结了海盗 得了不少好处 而马新怡时任浙江巡抚 大力清剿海盗 断了张的财路 后来张文祥的妻子罗氏 席卷家产和人私奔 后来张文祥虽然把罗氏抓回来了 但家产却被他的情人拐跑了 张文祥拦住马新怡的轿子 喊冤无果 回到家 罗氏已经自尽了 最终人才两空 后来张文祥为了糊口 做起了小额放贷的买卖 但生意刚有起色 就被官府查尽了 血本无归 因此 对马新怡是深恨入骨 恰好此时 之前认识的海盗 找到张文祥 怂恿他报仇 于是就发生了刺马的一幕 整个案件 没阴谋 没背景 就是一起单纯的刺杀 最后 张志万在奏折中说 再三致讯 刺客 尸口不宜其供 无令有主使各情 尚属可信 并将张文祥 定了凌迟处死之罪 一桩全国瞩目的大案子 几十号官员 审了四个多月 最后的结论 竟然是尚属可信 意思就是 感觉上 应该是这样的吧 结果 朝野上下 舆论大华 以至要求换人重审 慈禧显然也不买账 指出专案组的结论 离把刺马案 办成铁案的要求 还差得很远 实际就是说 你们一帮人 都是废物点心 同时 又派了刑部尚书郑敦锦 为钦差大臣 赶往南京 会同曾国藩一起 重审此案 朝廷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社会上 早把刺马案 传得神乎其神了 在张之万的 结案奏折中 说张文祥 有较强不驯之词 任意污蔑之语 尤堪令人发指 而令人发指的污蔑 到底是什么 又不明说 既然官方含糊其词 那民间就开始发挥 编故事的能力了 一个典型例子 就是上海单柜茶园 上演了一出 张文祥刺马的新戏 轰动一时 戏中把马新怡 塑造成奸佞小人 把张文祥塑造成 舍身取义的英雄豪杰 这还只是个小插曲 是各种传闻中的 一个小片段而已 所有的传闻总共可以分成五类 但限于篇幅 咱们就简单说说 前两个最流行的 第一个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 就是马新怡余色富有 张文祥行侠仗义 这是针对马新怡 做火箭一样的发迹过程来的 说马新怡曾在作战时 被张文祥的部队俘虏 而张文祥正想投靠大清 于是就和自己的兄弟 曹二虎、石锦彪 和马新怡结为了异姓兄弟 然后偷偷地放走了马新怡 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 马新怡立了不少战功 也收编了张文祥的部队 但自从马新怡当了安徽部正使 就有点看不上这几个出身草莽的兄弟了 再加上马新怡又看上了兄弟曹二虎的妻子 并与其勾搭成奸 还诬陷曹二虎叛变 将其杀害 张文祥实在看不过去他的所作所为 于是赐马替二虎兄弟报仇 那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怎么样呢 早在魁玉审理期间 就提审过一个马新怡之前的亲兵 后来张之万也审过这个亲兵 但他们谈了什么 除了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 陈可新拍了个电影叫《投名状》 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拍的 其中李连杰饰演的就是马新怡这个角色 这一类混合了叛变偷情和复仇元素的故事 流传最广 老百姓也最爱听 尤其是湘军系统 更是津津乐道 第二种说法 是说马新怡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和 从而招致了杀身之祸 起因是丁日昌的儿子丁慧衡 在逛妓院的时候 和太湖水师的士兵发声了口角动起手来 后来动用了丁日昌的卫队把那个士兵给打死了 最后朝廷知道了专门下旨 让马新怡审理此案 丁日昌也因为这事主动的上奏请求处分 但说法是自家的侄子惹的事 和自己儿子无关 可湖州水师说丁日昌是胡说八道 于是马新怡就想传唤丁慧衡协助调查 但丁慧衡一直拒不到案 最后拖的时间太长了 马新怡只能缺席审判 把丁慧衡一干人等革职了事 于是都府不和的声音就传开了 太长寺少卿就曾上奏说 丁日昌之子被革职案归马新怡查办 请托不行 至有此便 他直接就说丁日昌和马新怡遇刺 关系重大 这是第二种流行的说法 其实乡军刺杀马新怡的嫌疑最大 但乡军的势力太大了 编故事和传故事的人都不敢这么说 所以反而这种声音最小 还有说是因为马新怡调查太平天国圣库 有了进展 正准备上报朝廷就出了事 于是圣库的去向再次被掩盖起来 一时间不管是民间还是朝堂之上 都在热烈讨论刺马案 流言蜚语满天飞 舆论彻底翻了车 因为张之万这事办的是彻底拉了胯 所以慈禧太后把刺马案的希望 都寄托到了郑曾二人身上 其实马新怡被刺 最紧张的人就是曾国藩 自打8月30号朝廷就下旨 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和幕僚商议之后 上了一道奏折 坚决不同意担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说自己年迈多病 三月以来情况越来越糟 以致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请辞包括直立总督 鹰鹉殿大学士等一切职务 回老家度过残年 那么说这番话是出于真心吗 应该一大半是真心的 因为马新怡遇害 谁都知道湘君嫌疑最大 曾国藩是湘君大帅 他要避嫌 不想参与刺马案 而且曾国藩已经59岁了 右眼已经失明 还有严重的肝病 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 身体确实已经游进灯窟 他当时说这番话 确实是实际情况 但刺马案除了他 别人还真就办不了 张之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张之万能做到总督之位 不是没有能力和手腕 他是不敢办 其他官员也是一样 面对湘君集团 除了曾国藩 没人敢真的动手去查 所以曾国藩的辞呈 很快就被慈禧否决了 并催他赶紧去复任 别静整没用的 接下来曾国藩就是拖 从9月一直拖到11月 先是说直立总督任上 还有药物处理 后来又跑到北京 请求觐见皇帝和太后 接受最高指示 曾国藩这么做 还是要避嫌 表现出自己不着急处理刺马案 并淡化自己在其中的影响 再有就是想让刺马案 再沉淀沉淀 看看是否有其他线索浮现出来 等拖到了11月初 慈禧一见面就问 老曾啊 这都几号了 还去不去了 我没什么指示 你别老来请示我 曾国藩一听这话 知道是时候了 回答道 是 正准备着要去呢 这时候 慈禧说了一句话 马新怡 办事很好 曾国藩等的就是这类指示 慈禧的意思是说 马新怡人是没问题的 朝廷对他的工作 也是肯定的 所有对他的怀疑和攻击 朝廷都不认可 换句话说 老曾你办案子 不能在马新怡身上下功夫 这回行了 心里有底的曾国藩 直接就南下了 并于12月初 抵达了南京 前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终于接任了两江总督 这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 张之万 在曾国藩到南京的第二天上午 张之万就赶紧和他办理了案件的交接 下午就一溜烟跑回自己的住地去了 他太着急和赤马案撇清关系了 可谁也没想到 在交接之后 曾国藩再也没管过赤马案 他在等钦差大臣郑敦锦 要和他一起挑起这个烂摊子 郑敦锦是刑部尚书 也是曾国藩的同乡 办过不少大案要案 素有铁面无私之称 1871年1月 郑敦锦抽掉了两名德力手下 愁愁满志地赶赴南京 老郑是真的把赤马案 当成重大刑事案件去办的 对其背后的各种因素 了解并不全面 一行人日夜兼程的赶路 却赶上大雪疯了路 结果68岁高龄的郑敦锦 竟带领着众人冒雪徒步前行 等抵达南京已是2月18 大年除夕 一行人士蓬头垢面 仓皇如难民 老郑有黄命在身 所以既不休息也不应酬 迅速制定办案计划 从正月初二开始 就拉着曾国藩一起重审赐马案 为了平息舆论 会审人员中也加入了 马新怡的两位亲信 孙一言和袁宝庆 会审场面十分庞大 审问正式开始 众人一看张文祥 是干干净净白白胖胖 孙一元元宝庆二人 顿时就怒不可遏 当时就要严刑拷打 可江苏的官员还是反对 理由是刑讯逼供不可取 把侵犯打死了谁负责之类的 于是整个审讯过程 只是你问我答的走流程 这一审就审了14天 官方说张文祥在堂上是一味脚斩 毫无确共 也就是说他不停地变换着说法 张文祥非常狡猾 他不断地抛出一些内幕 但这内幕又相互冲突似势而非 反正审案官又不敢动刑 只能任由着他胡说 但这期间社会上有个非常奇怪的传闻 说是张文祥供出自己曾在乡军的精锐 也就是停军中当兵 停军在江西追奸太平军残余时 听说曾大帅要裁军 再加上没及时领到兵响 结果就在今夕滑变了 最后曾国藩在最短的时间内 平息了这场风波 滑变后张文祥加入了天地会继续抗清 马新仪任浙江巡抚时 曾残酷镇压天地会 所以张杀了马新仪报仇 停军滑变是湘军内部的高级机密 绝不想被外人得知 这给湘军刺杀马新仪之说 增加了不确定性 如果张确是湘军派的杀手 那他为何要给出对湘军极为不利的供词呢 而且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这似乎表明其背后有人提供情报 并给他出谋划策 十四天中 曾国藩只是默默地听 从不发表意见 而郑敦锦也终于一天天地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一个刑事案件 更是政治事件 而事情的真相如何 是要根据各方需要而定的 上边的朝廷 要的是中央的权威得以体现 是各势力间的平衡和体制的稳定 下边的审官要的是审案可以 但绝不能影响自己的利益和前途 老郑开始体会到张之万和魁玉的难处 所以任凭老郑如何铁面无私 断案如神 但在对政治事件的处理上 都显得是有劲使不上 就在他进退两难 和曾国藩商量应该如何处理的时候 曾国藩云淡风轻地给他指了一条路 那就是照搬张之万和魁玉的结论 老邓当然不想这么做 这有备于自己的工作原则 对自己的官生名望也不好 但任凭他怎么琢磨 也想不出其他办法 对各方势力都能有所交代 这时郑敦锦才明白过来 自己的这个同乡曾国藩 可能早在审案之前 就知道要如何处理了 他在等着自己明白过来 等着自己问他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3月19号 郑曾二人联合上奏 说经过认真审理 与之前上奏的情况 并无重大出入 而且现在犯人屡次绝食 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就这么死了 正义则无法彰显 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 在这份新的奏折里 强调了张文祥 受听海盗指使 并携私愿行刺 实无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再就是量刑更加残酷 除了你凌迟处死以外 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计 在初句结案陈词的时候 孙一言 袁宝庆二人 拒绝签字画鸭 他们认为 这个结论是换汤不换药 并没有还马心仪一个公道 曾国藩也有办法 在奏折中压根没提 这二人参加会审的事 在送军机处存档的奏折副本里 还有一个夹片 是曾正二人 以自己的身份地位 担保奏折中的结论 此外 曾国藩还单独附了一个夹片 说此案实无主使 意思是 此案到此为止 不要再多生是非了 当时军机处的领班大臣 是公亲王一新 一新是曾国藩的政治同盟 他也认为 司马案纠缠了大半年 影响很是不好 再不结案 可能还会影响大局 所以就顺水推舟 认可了这个结论 那么说 慈禧太后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经过几年的观察下来 慈禧已经相信了 乡军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因为曾国藩想造反 早就反了 乡军攻破南京 士气最旺的时候 他可以反 乡军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也可以反 部下给他黄袍加身的时候 他还可以反 但曾国藩都没有 慈禧猜忌他 他就主动裁军 慈禧调他去直立 他就离开江南 慈禧让他到处救火 他就不管不顾地去执行 根本不想 对自己的声望有无影响 所以 曾国藩本质上 是一个以儒家思想 为核心的忠臣干将 而不是憋着要谋朝篡位的 在世萧雄 因为曾国藩的退让和克制 乡军系统和慈禧的关系 已经大为改善 基于此 慈禧也同意了公亲王的意见 3月26号 朝廷正式认可 郑曾二人的奏节 4月4号 曾国藩奉旨奸斩 张文祥被凌迟处死 摘心致计马心仪 但是 这个结论 肯定不会让所有的人都信服 此后 舆论反而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而郑敦锦铁面无私的名声 也因此案而大打折扣 他都没等到朝廷认可自己的奏折 就离开了南京 离开的当天 曾国藩带各级官员到长江边送行 郑敦锦铁着脸 理都不理 就扬帆而去 郑敦锦一路上 恨自己没胆量 没魄力 把刺马案一查到底 所以走到青江浦就停下来了 声称有病不能回京 打发随行 替自己负命 钦差大臣不回京负命 可是重罪 曾国藩觉得 老郑再这么闹下去 对哪一方都不好 而且他这么一闹 大家对刺马案的结论 就更有话说了 所以曾国藩还特意跑到青江浦 给老郑做工作 但老郑干脆以健康为由 请求辞职 终生不再为官 之后曾国藩说动 公亲王暗中出力 让朝廷同意了 郑敦锦的辞官请求 同时也迅速地 把事情压了下去 刑部尚书钦差大臣郑敦锦 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他的两个助手 后来也黯然退场 这也促使更多的人 对赤马案的结论表示怀疑 马新怡的身后事特别隆重 同志皇帝亲赐济文悲文 追封太子太保 以总督镇王力一续 还在多地建立了专辞 第二年春天 曾国藩也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 他的身后事更加隆重 朝廷绰朝三日 追赐太父 是文正 他一等义永侯的爵位 也由儿子曾继泽 世息继承 曾国藩在当时政坛上的影响 对历史的影响 比马新怡要大得多 曾国藩生平的各种事迹 也越来越被后事所了解和尊崇 赤马奇案 这就算说完了 他折射出了晚清权力结构 变化的大趋势 即中央集权逐渐削弱 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不断增多 相比其他明清奇案来说 这是一桩比较典型的 涉及高层权斗的政治案 而对于案情本身而言 也许张文祥刺马 真的就是他的个人行为 也许马新怡也没有传说中的 那些不堪的行径 也许真相很简单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遇到了政治权力 遇到了各种人心交织在一起的暗箱操作 那一时半会儿也真的就说不清楚了 但是乌云不会永远遮住光明 而谎言也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不愿意